台大研究生協会和学生会举办讲座 接受曾经受威权压迫的台大教授 林茂生 彭敏敏和陈华周三人的故事 活动选在古色古香的台大消失冠也别有意义 台湾大学的自由学风 是我们很多老师跟学生 努力一代一代去冲撞出来的 好好的去检视一下这个学校 它的背后的历史 台大建校95年正在建制百年校史 主办方希望能将三位教授 为了争取自由民主牺牲奉献的故事 记载到校史里 李时系教授也建议以空间命名方式纪念 他们因为威权时期把这恐怖的关系 受到关押或者是压迫 那我们希望借着这个百年校史建制的时刻 来找回这些教授的故事 找回这些学生 他们为台大卫社会的贡献放进校史当中 早遇到的事情其实是不正当的 支持学生啊 因为我觉得台大 要聊台大学生应该了解台大的历史 讲者秀出旧照片信件等文献 输出当年林茂生被指控阴谋叛乱 被捕消失 还有身为台大政治系教授的彭明敏 1964年与两位学生 撰写和印制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 却被冠上以不法手段 涂抹推翻政府最嫌起诉 分别被判八年和十年 缅怀彭明敏教授过去的一些 在民主工作上的努力 这就是台湾的进步 我们没有留学 但是我们造就了一个民主的议程 我希望说年轻人是会各界 重新的看到这件事情 与会者仔细阅读文献 现场更邀请林茂生的孙子孙女 和彭明敏的侄女来到现场 一起重新回顾当年历史 民事新闻杨思密黄玉淳 台北报道